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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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临摹达芬奇 我十五岁 第一次去意大利呢 三十六岁 第一次阅读文艺复兴专著 已经六十五岁了 我听见成百上千的诗笔话在墙上叫道 No,除了达芬奇 还有我,还有我 大家别害怕 是我让团队别打光 因为我初次造访这座老教堂啊 比现在还要昏暗的多 我试着传达这个印象给大家 诸位如果看过第五集 应该记得我们在斯比雷多城山顶看老利皮之后 我说山下还有壁画看 就在这座圣乔治玛交类教堂 它建于十一世纪 相当于我们的南宋时期 那天我顺脚走进这里 意外撞见了文艺复兴的前世 这些画啊 估计早于乔多时期 也许更早 虽然透着中古绘画的幼稚和威严 他们看上去很现代 形状色彩大块分割 完全平面 没有众生 没有故事 没有情节 没有表情 比起曼天娜 Cusa 奇兰达约 这位工匠简直不会画画 可是鲁奥 Martiste Picasso 就这样画画 重要的是 一两千年前 咱们汉代人 北齐人 隋唐人 早就这样画画 这位老头啊 斜眼看着我们 又严厉 又慈祥 他是哪位僧人呢 手里拿着书 五官比例肯定是错的 可是对极了 再看白胡子的画法 如果用十五世纪的技巧 立刻毫无魅力 圆柱上的这位女子是谁呢 手里也拿着书 手里也拿着书 脸庞 手 线条 多么概括 难道二十世纪的穆迪格里安尼 受了这幅画影响吗 那天 那天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 昏暗中 她像个活人 我呆呆地看 几乎爱上她 又有点怕她 我从没看出 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神秘的 神秘的微笑在她脸上 她被文艺复兴抛弃了 独自在黑暗中微笑 没人来看她 我不记得乔多画出过这么动人的脸 究竟谁画了她 书上啊 网上啊 你查不到他们的 他们是一群意大利乡巴佬 中世纪壁画的打工仔 意大利全境布满打工仔的无名壁画 那才是文艺复兴最肥厚的土壤 可是呢 公众相信专家清订的名单 谁相信无名的工匠 这位女子神秘地说道 相信我 他们把我画得多好啊 我常会想起她 这回又来看她 在我眼里 中世纪壁画是崭新的 我只要撞见就拍照 攒了上千张 现在和团队又回到这里 大家可能猜到了 我要把最后一集 留给无名的工匠 以我所见 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壁画 在佛罗伦萨南岸的圣米尼阿多大殿 多壮观啊 占满了偶像 我不知道作画的年代 乔多出现前后 十三十四世纪 仍有大批匠人 研系拜占庭作风的壁画 我有什么好说 说了有什么用 这里安静 正大 堂皇 看看对岸的佛罗伦萨 那里是文艺复兴的天下 马索里诺和马萨奇奥 是看着此案的画长大 他们厌倦了 要把偶像带到 核对岸的人间 现在我们在此案看看 被文艺复兴抛弃的 中世纪壁画 其实多么辉煌 还要看更古老的壁画吗 还记得建于十二世纪的 罗马圣克莱曼蒂老教堂吗 穿过马索里诺的 圣凯瑟琳礼拜堂 钻进内厅侧门 往下走 这儿不是地窖 不是坟墓 而是建于四世纪的 教堂残骸 再往下走 是罗马圣期的 两座建筑 一座是建于 二世纪的米特拉斯神庙 另一座建于一世纪 毁于公元六四年的 罗马大火 这几块壁画 画于十一世纪 作者无名 画有名 壁画史书将它们排在最初的页码 内容是圣克莱曼蒂和圣亚雷书 生平组图 反正中世纪组组画都是平面的 二维的 就像儿童画 早古的工匠会在一块长方块的所有空余部分 先后画满想要画出的形状 巴比伦 古埃及 敦煌人 宋元人 都用这种方法画画 和儿童不一样 工匠知道形象的主次 该放哪儿 怎么放好看 而且要让人明白 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有一个乔多和马索里诺要来颠覆他们 他们在那个时候绝对是本地最棒的画家 这道中世纪早期的残片呀 画于九世纪 刚正 流利 粗大的沟线 斩钉截铁 酷似北魏的敦煌壁画 告诉你 七世纪的拜占庭人 十二世纪的西班牙人 十四世纪的俄罗斯人 都这样画画 诸位可能要问 这话好吗 好在哪里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想起 俄裔美国作家 纳布尔可夫 讲的一句话 他说 最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向人去解释 这幅作品有多好 我的办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不好 我就头撞墙 再看这幅拜占庭风格的圣玛利亚 画于八世纪 正当中国的圣堂 我凑近一看 心里一惊 穿越十多个世纪 泥墙裂缝中的玛利亚 仍然目光炯炯 笑容灿烂 看着我们 又像神 又像是人 前面说过 文艺复兴人 会找妻子 情人 母亲 做模特 去画圣玛利亚 于是有 Lippi Bordichelli 达芬奇 拉菲尔的 不同圣母 但他们再没画出 这样一位玛利亚 为什么呢 其实就像中国人画菩萨 用的是一个母本 层层相应 中世纪只画一位圣母 在工匠的心目中 玛利亚就是这样 必须这样 如今我们长期看惯了 达芬奇 拉菲尔的圣母 认定中世纪绘画 是刻板的 是僵硬的 毫无个性 那是难以翻案的定论 可是在干裂的泥巴中 看见吗 玛利亚用她灿烂的笑容 反驳我们 请再看这幅圣巴尔多罗迈寿难图 巴尔多罗迈是一位勇敢的步道者 公元一世纪 她远赴亚美尼亚和印度 居然说服了十几座城市的人民 信了教 包括国王和王后 可是国王的兄弟 憎恨她 逮捕她 剥了她的皮 砍下脑袋 西斯廷教堂的最后审判中 画了她 只见她手里捧着自己的皮 米开朗基罗还把自己的脸 画在她的皮囊上 这幅画画于十五世纪上半 作者是两位都叫Giovanni的工匠 但并不出名 那个时候已经有解剖学 但这两位乡巴佬 还是把比利画错了 四肢太长 圣巴尔多罗迈像皮拉长的兽马 可是千万不能改动 不然就破坏了作者神圣的愤怒 他们俩一边画得圣者受难 一边就像自己也在挨打 再一次这幅次要的作品 有如后现代绘画 它的强悍的形式来自大错特错的比例 来自长腿构成的大交叉线 包括破损的边缘 相比弗兰奇斯卡那幅 著名的边打耶稣图 我以为这幅画更悲怀 更崇高 更有力量 他们对圣者受难的痛感感同身受 而弗兰奇斯卡画耶稣 迷恋的是几何律和透视法 15世纪的大师想要知道更多 乌切洛疯狂研究透视学 莫迪切里迷恋文学和诗 曼天娜熟读罗马经典 达芬奇试图解答一切 这两位憨傻的工匠恐怕不是字 他们有福了 绘画以更疯狂更集中的意志支配他们 记得奇兰达约画的那位复活的黄毛小儿吗 从那个礼拜堂转过身走几步 墙上就是这幅孤零零的受难图 游客看不起它 直接涌向奇兰达约 但奇兰达约的画 敌不过这两位次要工匠的力量 那是伟大的力量 近乎风汉 每一本画册收入这幅画 其实从乔多到米开朗基罗 所有文艺复兴大师仍然属于工匠传统 单单是圣三一教堂 就有许多无名工匠的壁画 想想看 全意大利该有多少神采飞扬的工匠画 他们并不都在教堂 有时就在大街上 请抬头看这条弄堂的拱顶 一位装饰画家 还不够格进教堂 这种用弧线串联图案的格式 盛行于文艺复兴 拱狼 穿堂 涌到随处可见 这位老兄画了许多杂技和动物 在主要图案中 忽然画了几棵树 几个人 吹笛弹琴 边上还有个波光的家伙 吊在树上 多么轻松 调皮 无所谓 淡蓝色调 多么风雅 树枝的画法 简直倪云林 我太喜欢它 截了图 配在手机页面 天天看 这条弄坛建于十四世纪 图案划于十六世纪 那时意大利壁画已开始没落 所谓理师求主也 师壁画的活水和生命力 在十六七世纪流回乡下的工匠 当然 我不能贬低十七世纪 不过 请看曼多瓦 这座街道小教堂 祭坛上下 两副圣母子 上端的风格已靠近十八世纪 下端破损 露出中世纪的老壁画 我知道大家看惯了上端的圣母 下端呢 如果你不喜欢 看不懂 可别说因为那是无名的话 在这个小祭坛背后啊 透露着重要的历史讯息 什么讯息呢 就是几乎每隔上百年 人们会覆盖早先的壁画墙面 画上新的壁画 同样的情形啊 发生在敦煌 在剥落的唐宋壁画下面 有时会露出魏晋和随带的壁画 其次 中古风格并不因为文艺复兴的兴起啊 渐渐终止消失 而是延续到十六世纪初 因为各地乡村的民众和画工 还是喜欢从前的样式 我们在斯布雷杜郊外的乡村教堂中 又发现许许多多中古风格的无名壁画 创作的年代 却贯穿整个文艺复兴的盛棋 看着这种教堂了 就这座吗 这座吗 对 它在那里 谢谢 先生 哎呀 这老哥们来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这是老的 非常老的 这个是中世纪的教堂 还好 还是十四世纪的可能 还是十四世纪的 14几几年末到15几几年初 哦 那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 这奇怪 这是不是乡下工匠画的 本地的乡下工匠画的 那很有意思 他说了另外一条线 就是我讲的整个15世纪期间 这条线一直在 本地也还没多一个吧 是的 这个教堂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但是当时因为他画这些画的时候 Lippi已经画了那个山顶那个教堂 就是15世纪末 这些是古典的 因为人类的 是比较老人 这些是古典的 是古典的 这些古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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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 那很有意思 就是说区域性 对另一个区域来的风格 不容易接受 但实际上还有年代上的风格 因为这个年代上风格是中世纪风格 但又已经不完全是中世纪 它受到15世纪的影响 透视法和一文的刻画 和人体的刻画 都已经受15世纪的影响 这非常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刻我坐在斯布莱德郊外 叫做埃及镇的一个小教堂 本村曾有一位非常活跃的画家 当然没有留下姓名 日后就被称为埃及的大师 大家看墙上布满历年增添的壁画 有如补丁打补丁 年代从13世纪到16世纪 单单是浑身插满历剑的圣塞巴斯蒂安图像 居然有欺负之多 更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 到16世纪中叶 由于罗马教廷的训令 各地乡村教堂的许许多多 中国时期壁画被抹去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训令 它被执行到什么程度 是个庞大的历史故事 这里无法展开 直到二十世纪 为了找回历史记忆 各地的修复师走进教堂 清洗玻璃 许许多多中世纪壁画 因此再度重现 你能相信吗 我们眼前的这些无名壁画 绝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 才回到人间 没办法 意大利的无名壁画 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们只能把这次新发现的一些残片啊 我们只能把这次新发现的一些残片啊 没办法 缓缓上图 标明年代和城邦 就不做详细的陈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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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觉得怎么样? 春天来了,大家看见,没有一片树叶, 没有一朵花,说是开错了,不好看,没有。 我想说,我所见过的工匠画, 从敦煌到意大利,没有一幅是略等的壁画。 亚里斯多德说,大自然从不徒劳。 木星跟着这句话,接着说,大自然整个徒劳, 这是不好理解的话,可理解的是,工匠画不是大自然。 宋元时代,文人化起来, 中国的工匠画传统走向黄昏。 欧洲是到16、17世纪,工匠传统的气数尚且还在。 18世纪工业革命后,走向没落, 到了20世纪,工匠这样一种职业, 这样一种人格,全面凋零。 中文我等的3人发言到大自然极 ses! 你能够尽 anal自然ân孔的故事 siis, 最爱是什么事 你一个《二十世纪》品出来不干吗? 在一个小箱里,有很多艺术的艺术, 因为它会是一种超级的。 它会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角度,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 但并不是像一个艺术。 如今说,一幅画降起, 早已是骂人的话, 我真想骂回去, 往一边歇着吧。 20世纪这些学院艺术家, 你到敦煌, 你到中世纪, 人家要吗? 什么是工匠? 工匠就是服务性行业。 铁匠, 木匠, 石匠, 尼瓦匠, 陶匠, 金匠, 全心全意, 认认真真, 按键收钱。 顺便一说, 文艺复兴半数以上的画家和雕刻家, 小时候出生金匠。 展开说, 相比20世纪所谓自由艺术家, 大名鼎鼎的乔多, 弗朗西斯卡, Gazzoli, Mantana, 哪位不是服务权贵的工匠? Masolino, Masachio, Angelico等等, 不过是当年被人叫惯的绰号。 幸运的是, 在一个艺术获得尊敬的事迹, 他们居然以绰号成为名流青史的著名工匠。 工匠与宗教的关系是被给定主题, 工匠与赞助人的关系是被给定身份。 在文艺复兴时代, 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没有问题, 自由更不是艺术的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 以上关系全部改变, 甚至消失, 连同消失的是伟大的工匠。 伟大的工匠啊, 天真、聪明、单纯、调皮, 大部分没有文化。 他们的全部生涯只知道画画。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拿性命画画。 人啊,拿时代没办法, 闲话少说, 我在意的还是眼界。 但要命的是, 如今正当有史以来最最发达, 最最方便的传播时代。 你翻开书,打开网页, 巨量传播的美术史, 还是那份视力透顶的老名单。 大家还记得那位 Spiletto的神秘女子吗? 她在昏暗中等着我们, 有如一场冤暗。 今天啊, 单单每年飞往欧洲观光的中国人, 据说六百万之多。 当然, 爱艺术的人不及万分之一。 而网络只能以惊人的轻率拟定名单, 驱赶诸位前往著名景点匆匆拍照。 此外, 数以万计的作品无人问津, 走到跟前, 你也无动于衷, 因为你相信网络的名单。 这份名单啊, 显然来自美术史家代代相言的结论。 我不能说它是错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 美术馆时代, 旅游时代, 我看见公众的目光, 会因此变得更狭窄, 更片面, 而且更固定。 我不是美术史家, 无法重写美术史。 我也没有足够的权威, 让大家相信, 为什么我不去看达芬奇, 偏要在破教堂寻找无名的工匠。 倘若我得到版权, 我们假定无名工匠也有版权的话, 我愿意自己出本画册, 里面全是无名的壁画。 好, 你会问我, 文艺复兴有许许多多雕刻, 为什么不讲? 我只能说, 这一季的主题是诗壁画, 实在顾不过来。 不过想到终身苦恼的米克朗基罗, 就讲个小故事, 也算做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 为什么文艺复兴能够这么伟大? 千言万语。 只为那是意大利全民上下, 最最在乎艺术, 最最崇拜艺术的时代。 你会说, 难道现代人不热衷艺术吗? 是, 没错, 可是在空前多样的盛会背后, 你知道的, 现代人鼎鼎兴奋的, 其实是钱。 好, 回到1504年, 当年26岁的米克朗基罗, 完成了他的大作, 大尾。 佛罗伦萨市政府为此几轮投票。 投票者, 据说包括达芬奇和鲍迪切里。 最后, 大家一一从他的坚持, 放在维奇奥工门前。 多大的工程呢? 40个工人, 花了4天, 推翻沿途挡道的若干墙壁, 终于运到工门前。 又折腾21天, 这座航然大物总算安放妥当。 1527年, 在又一场驱逐梅蒂奇家族的暴动中, 一把椅子飞出窗口, 撞断了大尾的左臂。 当时才满16岁的瓦萨里和另一位少年, 收存了这块断臂。 日后呢, 还是由梅蒂奇家族给重新安装了。 今天, 光溜溜的大尾全身看不出断痕。 21世纪, 忘了哪年, 有位丰汉当场砸碎了大尾的脚趾。 现在看, 也被修复得完美无瑕。 大尾的原件在微教宫门口风吹雨淋, 占了多久呢? 369年。 1873年, 才被市政府隆重运到艺术学院博物馆。 从此成为整个文艺复兴的崇高象征。 你要看啊, 就去学院博物馆排长队。 如今, 维基奥宫门前仍然站着一尊大尾。 那是同比尺寸的复制品。 我们收工了,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非常私人的感受, 是这一趟跑下来才会有的感受。 什么感受呢? 高高在上的壁画。 几百年来, 只有三种人能够登高平视。 哪三种人? 画家本人。 壁画修复师。 还有特许的摄影师。 摄影师。 可这回我也登上了梯子。 有一次甚至是在升降机。 终于能够贴近了平看部分大壁画。 在宗教年代, 所有壁画就跟教堂的设计一样, 尽可能高上去。 高上去。 作为宏大的图像, 你必须仰望, 只能仰望。 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 绘画本身的魅力, 被这种远距离的视线隔开, 阻断, 模糊了。 可是你想想, 如果从十公分的距离, 甚至更近, 您是乔多, Cusa Masorino。 第一次, 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的全部微妙, 神采, 雄辩, 就在你的眼前。 好像一个沉睡的人, 在你面前当面醒来。 你能听到他的心跳, 你面对的是他的灵魂。 这是我一辈子最最奢侈的经验。 完全独享, 绝对自私。 当我爬下梯子的时候, 我知道, 不可能有另一次机会了。 所以说实话吧, 我折腾局部第三季, 可能就为了登上梯子的那一顺。 不是为了大家。 告别了意大利, 请诸位别走开。 就在我们的节目快要上线时, 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 山西博物馆推出北朝壁画大展, 我赶紧跑去战败。 北朝呢, 公元六世纪, 早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九百多年。 其中有仪仗图, 狩猎图, 生仙图。 九元港壁画的资源, 来自汉文化古老的传说, 山海经。 你看雷弓啊, 风波啊, 上天入海, 真情易受遍布人间。 至于勇猛的弓箭手, 驰骋狩猎, 受精的战马, 当场拉出屎来。 哎呀, 多么生猛, 灵动, 神采奕奕, 要论兴高采烈, 要论飞扬跋扈, 这群无名的北朝天才, 空前绝后, 独步世界。 注意了, 意大利壁画的圣经故事, 敦煌壁画的佛教故事, 是画给苏世的活人看。 汉朝, 北朝, 唐朝的牧师壁画, 画给升天的死者。 早于北朝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写道, 幽世易壁, 千年不复朝, 意思是木门观赏, 一片漆黑。 想想看吧, 一千四百多年来, 没人看过这批伟大的壁画。 1979年, 楼瑞木壁画出土。 2000年, 徐显秀木壁画出土。 2008年, 水泉梁木壁画出土。 2013年, 九元港木壁画出土。 现在听见吗? 我们的北朝师傅, 冲着局部第三季, 齐声教导。 除了拜占亭, 意大利, 西班牙, 除了敦煌, 云港, 麦基山, 还有我呀, 还有我。 。 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应该听出来, 艺术不是进化链, 不要以为越是后来的艺术, 越是好。 所以十笔厉害, 轻轻一勾, 一个人永垂青史, 另一个人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总要给大家介绍, 次要的画家, 有时候, 在他们那儿, 绘画的诚恳和好心肠, 剩余大师。 文艺复兴的可爱, 不在一个修饰多情, 而在赞助人对艺术多情。 而这个小角落的煽情啊, 迷醉啊, 远远胜过现代时尚业, 挖空心思的广告伎俩。 为什么呢? 很简单, 现代人什么都能办到, 就是办不到天真。 印刷品和影像修想显现, 势必画迷人的质地, 除非你愿意亲自来当面领教。 我哀求大家看一幅画, 千万不要在乎懂不懂。 你看着满墙的锦绣繁华, 我什么都不想懂。 你以为葛多利自己懂她的话吗?